從你家的磁磚掉下來 雜食了你要不要負責 那都均裂的 都已經吃水 裡面都發霉了 看到沒有 磁磚都掉了 四樓 五樓 六樓 管道沒有接通 它只到三樓就停住了 每個公班來做一點點 所以大概花了四萬多 沒辦法 因為裡面臭氣非常的臭 中古屋 中古屋 你一定要注意看一下房子的狀況 有人說我又不是專業的 我怎麼看得懂 對 所以德哥的影片就會告訴你一些 關於看房子要注意的一些事項 你們要看中古屋不是說 這個中古屋看起來還OK 地點很不錯 那你有沒有想過這個房子要花多少錢整理 我們現在先從外觀看 有的人說 你德哥你講說看外觀看什麼東西 來看一下我們外觀 一般這種中古的像這種的電梯滑下 都是貼磁磚的 正面貼磁磚對不對 側面你看一下側面 側面它是塗防水漆 防水漆有一點年限 大概差不多三到五年 它就會造成像左邊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裂開了 防水效果完全沒有 所以基本上來講防水漆它不是一個 做戶外防水的一個很好的選項 但是它只是一個暫時的 像整棟的施工 如果你要叫人家塗防水漆 搭陰架塗抹這些東西 如果你的工沒有這裡做好 其實它不只是錢花的效果還撐不久 有的甚至一年兩年就掛了 像這種側面塗防水的 很多這種舊的電梯滑下舊的透天都會有這個狀況 側面都塗防水漆 後面背面塗防水漆看到沒有 那都均裂的都已經吃水 裡面都發霉了 表示它室內這個地方都有避癌的 整個都是避癌 所以其實台灣的房子呢 基本上來說氣候的關係 因為我們的魚裡面的酸性會比較高一些 所以如果說這種外牆的防水如果沒做好 其實它很容易造成所謂的避癌 貼磁磚也不是萬無一失 來看一下貼磁磚 這個是超過30年以上的舊公寓 屋齡大概差不多40年左右 有這種小馬賽克跟敏石子 至少要40年左右 你們看一下 看到沒有 磁磚都掉了 要是不小心砸下來砸傷人了 砸死人了 這個你要誰要負責 到底是誰家的磁磚掉下來的 如果你今天買的房子是剛好在這個樓層 然後呢你外牆磁磚都掉了 但你不處理啊 你說關我什麼事 反正只要不要滲水到我室內就好了 如果你採取的是這樣的想法 你要注意一件事 今天如果有行人走到你家樓下 你家的磁磚掉下來砸到這個人掛掉了 或者是受傷了變植物人了 你知道你要賠償多少錢給人家嗎 請問一下你從你家的磁磚掉下來砸死人 你要不要負責 所以你如果買了這樣的房子 你要注意一下 這種房子是會 對你自己未來產生很大的影響 除了漏水的問題之外 還有這個安全的疑慮 所以如果你們要買這種 舊的中古屋 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外觀一定要尋一下 它有沒有剩漏水 有沒有避癌 有沒有這個磁磚快要剝落的狀況 不要等到買了之後 家裡面漏水了 磁磚掉下來砸到人 你要賠錢啦 然後再來就是社區 你買這樣的一個房子 如果社區要整理 或者是你要去整個花錢去整理這個東西 你要花很多很多的錢 因為外牆其實非常難做 我們今天就是來看一下 有個業主委託我們就是說 它這個案子很特別 建商偷工減料 它整個六層樓裡面 它的管道間只做到三樓 三樓就斷掉了 所以地下室跟一二樓的臭氣 都排到它家去 所以它家裡面廁所全部都是臭味 我們一般在公寓或者是大樓的頂頭 都有這個臭氣井 臭氣井就是從廁所裡面拉的管道間 上來到這邊要做一個換氣通風 本來應該是要從地下室一直串連到頂樓 然後經過每一戶的廁所裡面的管道間上來的 但是我們這個建案很特別 建商只做到三樓就停了 四五樓有沒有通上來我不確定 但是我確定的是一二樓到三樓停住了 所以所有的臭氣會衝到它家裡面去 只要樓下使用廁所或者是地下室有車子進出 它的廢氣、臭氣全部衝到它三樓的廁所裡面 基本上如果你把它管道間整個封死 那一二樓就會臭到不行這樣 因為臭氣排不出去 那它家也會有微微的臭氣 因為你就算封死 還是會有些微的氣味 會從牆壁的風風滲出來 怎麼處理呢 我們就會把它廁所側面開個孔洞 讓它往外把空氣 把裡面的室內的廁所的管道間 全部抽出去 抽到外面去 那今天我們就是孔洞已經洗好了 管線也都拉好了 木工也都包起來了 然後整個縫隙全部把它填滿 但是有個問題 它是位於三樓 那因為它跟隔壁洞的防火箱 只有大概80公分左右 吊車的鐵籠進不去 人沒辦法再用吊車上去鎖防水防蟲的蓋子 所以我只好請蜘蛛人花了大概快一萬塊 請蜘蛛人從側面頂樓掉下來 你看一下這個三樓 我們現在幫它裝兩個防水防蟲蓋 看到沒有 不鏽鋼盆那兩個圓圓的 整棟樓只有它家有 其實它總共有六層樓 但是四樓五樓六樓管道沒有接通 它只到三樓就停住了 所以建商當初在蓋這個房子的時候 沒有把管道做到樓上去 因此樓上的那個湊氣的排氣箱 沒有辦法作用 對它等於是無效用的 因為到它家到了樓板到三樓 三樓到四樓這個樓板 全部都沒有管道間做連結 所以它的廁所的湊氣排不出去 那光掉蜘蛛人就快一萬塊錢了 只是下來做個十分鐘的工作 抱歉人家是拿命在玩的 人家從樓上掉下來拿命在玩 跟你玩這個東西 整個工程包括洗洞包括拉管子 包括木工包括油漆包括蜘蛛人 這個東西每個工班來做一點點 所以大概花了四萬多 我只是請你來鎖個螺絲五分鐘 他不是辦當勞也不是7-11打工算實心的 人家就是出一趟帶一堆工具來 就是專程跑來幫你做的 他開多少錢 你要是同意你就請他來做 當然我們也有陪你看房的服務 這是要收費的 如果你們有大家有要買房子 要請我們來看房 我們會依照你房子的坪數大小 還有坐落的縣市去跟你報價 如果你OK我們再陪你來看房